花蓮市复兴街的东东西 最近是弥漫着一股恶臭 经过当地居民向县议员 魏家燕以及市民代表会副主席 李正伟反映之后 施工所特别邀请了 花蓮县政府派员来会刊 初步认定是生活废水所造成 经过研议将会先派人清淤 未来是否要加盖 或是有其他可以解决恶臭的办法 县府的下水稻科表示 将会进一步的来研议 花蓮市民代表会副主席李正伟 和县员魏家燕陆续接获到复兴街居民反映 指称复兴桥两端溪流一直传出恶臭味 来到现场会刊 即使隔着口罩都可以明显闻到臭味 因此希望下水稻科 可以找出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法 在复兴导牌的部分 因为周遭住户相当的多 那因为复兴大牌里面的一些环境的关系 导致相当多的产生一些恶臭 那根据民众反映 那非常感谢我们花蓮市公所 魏家贤卫市长 那还有我们县政府的相干单位的同仁 一同来到现场办理会刊 那也希望借由大家及时广益 来解决这个恶臭的问题 甚至是可以来根治这些排水溝的问题 市长魏家贤也建议县政府 可以考虑把这条溪流加盖 并且加强排水系统 来提升民众的生活品质 而现阶段市公所可以协助清淤 暂时解决恶臭味的状况 也特别谢谢魏家议员 跟我们李政伟副主席的一个反应 那也谢谢说魏家议员这边号召了 我们建设处的相关水利客的客长 一起来做相关的会刊 那我们在这个地方 也希望说未来有机会的话 不只是改善而已 也能够把它的加盖上去 能够让它整个味道 还有排水的系统能够做得更完善 那在这个部分前提之下 还需要一笔非常庞大的经费 那我们希望说在这经费争取到之前 那魏家议员工所也会协助 来做相关排水的一个清衣的部分 让它恶臭的味道能够减少 那再来就是我们也谢谢 我们相关的一个县府建设客长 来这边也给我们一些方法 来做相关的一个改善的职业 那我们希望未来市区的排水 能够更便利 也能够让排水系统能够更完善 县府下水道科科长林建宏表示 清淤并且一并消毒是最快的解决方法 而至于是否要加盖来避免恶臭 还必须要研溢可行性 这里会欢迎市报道